神耶稣教会有十大信条 所谓十大信条就是我们从圣经整理出来 作为我们信仰的基础 一共有十条 所以这不是取代圣经 而是我们信仰的基础一共有十条 在这个十条的上面来建造我们的信仰 这个十大信条就等于一个国家的宪法 你看每个国家宪法都不太一样 基督教界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教派 看起来都一样 但是你把它挖深一点 他所建立这个教派的基础 就是他的基本信仰不太一样 所以研究十大基本信条 最重要就是要兼顾我们的信仰 这是对内的 对外就是我们可以往外去传福音 因此我们在所谓的未道学 或者说我们所谓的步道 步道我们的目道是大概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就是不信神 不信神我们就先讲神 从不信讲到信 第二种类型就是他信神 他不信耶稣 他可能是信佛教的神 道教的神 伊萨兰教的神 我们要把他引导说那一位神就是圣经的耶稣 那第三个就是他信耶稣 但是不是在真耶稣教会 那我们就要把他引导到真耶稣教会来 所以这个十大基本信条 如果我们都很清楚 我们就可以把人带来信神 也可能可以把人带来信耶稣 也可以把人带来信真耶稣教会 所以这个十大基本信条非常重要 我们一般是在目道的时候 有一条一条查稿过 你如果全部都能够接受 教会才会跟我们洗礼 但是因为有时候洗礼几十年前 那有的时候我们在国外洗礼 可能也没有查稿过十大基本信条 所以我们只是知道 我们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 但是到底我们在信什么 我们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借着这个机会 我们再来查稿真耶稣教会的基本信仰 这是非常有帮助的 圣和西教会他们在两三年前 就有一个感觉觉得说 因为圣和西教会的旁边 就是另外一个基督教界 然后再旁边就是慈祭功德会 前面的左边又是另外一间基督教会 所以相当的以商业来讲相当的竞争 那有的目道者到我们这边来听道理 听一听 下一次隔壁布道会也在那边看到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我们在十大信条要再一次的加强 因此他们就是每一季 有一个礼拜六的下午 讲半个钟头 讨论半个钟头 结果效果也不错 讨论完了很多信者都知道 我以为真耶稣教会跟外教会没有什么不同 像在菜市场一样 你到网马 你到什么什么shop right 这样 只是不同的市场而已 现在我才知道 不是 得救的真教会只有这一家 除了这一家以外没有得救的 我才了解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这个十大基本信条 最好能够把它背起来 顺序没有关系 但是你把它背起来 那怎么背呢 你从这个联营会的最后一天 我们有三个点的是什么 联营会最后一天 第一个就到海边去洗礼 回来就洗礼 接下去就圣餐礼 这就三条 对不对 还有真耶稣教会最不同 我们跟外教会不同的在哪里 我们守安齐日 他们礼拜天 那就四条 那再来我们这些时候还有一个很不同的 祷告 这时候差不多 99.9%的基督徒跟我们都不一样 这就是圣灵 所以你就想想我们在联营会最后一天出去洗礼之前要先祷告 然后再加个三个圣礼 就四条 然后礼拜六的时候安息日就五条 这个叫真耶稣教会的五大教义 所以传福音传什么 就是传五大教义 你给外教会信徒传什么 就是传五大教义 你给不信的人传什么 传十大信条 十大信条就是五大教义 再加五条就是十大信条 那再加五条怎么加法呢 第一条 我们信仰的中心是谁 真神 那降世为人就是耶稣 那耶稣被钉死 后来再复活 又再圣天 这就第一条 真神耶稣复活生天 祂是救主 那这样就六条 那我们再想 圣经最后面在讲什么 耶稣再来 耶稣再来 耶稣要从天再来毁灭世界 然后我们都要回到天国里面 这样就七条 那再加上 再想 那我们信仰的根据是什么 圣经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是证明真道唯一的经典 是我们生活最高的准则 那就八条了 那再来 还有一条 就是讲教会 我们所参加的教会 真耶稣教会是 王与圣灵所建设的 使徒教会 跟使徒行传的教会一样 这个是唯一 神所建设的唯一的身体 是得救的地方 那最后一个就是 得救从哪里来 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 也是靠着我们的信心 你只有信心 没有恩典也不能得救 只有恩典 没有信心也不能得救 所以得救是神给我们恩典 但是也靠着我们的信心 那受洗之后 要过一个敬神爱人的生活 这样就十条了 所以我们有五大教育 十大信条 那我们有没有听说过 外教会常常在讲合一 很多的华人基督教会 不讲教派 我发现很多 它里面也有长老会的 也有安息日会 也有尽信会的 它不讲教派 为什么 它讲我们只要讲 耶稣的爱就好了 不需要讲教派 所以有一些外教会的联合步道会 大型的在体育场 常常来要我们教会参加 那我们教会都没有参加 那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我们不够意思 那外教会要请我们去 传道去站他的讲台 我们都感谢主就上去了 但是其他教会的牧师 不能站我们的讲台 那这个他们就觉得 这个很奇怪啊 还有你到外教会去 如果不是鼓励你啦 万一啦 他在领圣山 他会请你领 但是外教会的信徒 到我们教会来 不可以领圣山 所以他觉得说 你们歧视我们 我们能接受你 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我们 那这个里面有原因啊 原因在哪里 这个十大信条 我们查稿完 你就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们教会 当然也希望教会能够合一啊 主耶稣升天以前 他不是祷告合一吗 愿他的门徒都合一啊 因为耶稣的身体都是合一啊 他也不希望分裂啊 那合一的基础是什么 是真理 我们站在相同的真理之下 我们才能够合一 当然爱心也需要 但是主有爱心没有真理 这个合一不是真的合一 为什么 尽信会叫尽信会 因为他查稿觉得 习礼要尽礼啊 为什么安息日会 叫安息日会 因为他查稿觉得 要守安息日啊 为什么有五星节教会 因为五星节教会 觉得要受圣灵啊 那真耶稣教会 也守安息日 也尽礼 也得圣灵啊 但是你仔细查稿 他们那个三个教会 安息日会 安息日手法 是跟旧约律法 有点相似 那五星节教会 所讲的灵言 跟我们不太一样 我们的灵言是舌音 他们的灵言是动嘴唇的 而且他们的灵啊 有时候会摔倒 那习礼也不一样 虽然这个尽信会 强调习礼要尽礼 但是他也不相信 习礼会赦罪 所以我们这个十大信条 很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感谢观看